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推出了轩逸E-POWER车型得到了媒体和车主们的高度评价 今年我们还将推出全新的纯电动车型ARIA ARIA将向车主们带来电动汽车的全新体验 它精妙的前后电机控制带来了强大和平稳的加速 舒适的驾乘感受和耳语机的精英 L2加智能驾驶辅助功能 例如一键智能辅助便道和双模式智能泼车 也能够帮助更加轻松安全的驾驶 与音识别帮助提供各种连接功能 为车主们提供了便捷的体验 ARIA拥有全新的电动动力总成 我们在全球率先使用电力磁同步电机 这个电机不使用任何稀有金属材料 它的电子和转子上的线圈产生磁场 代替物理磁铁 可以根据需要控制产生的磁场强度 在任何驾驶场景中 它都能够提供高转速下的高效和超级的静音 第二个重点是新型电池 得益于与宁德时代的强力合作 我们开发了一种薄型和高能量密度的电池 电池和新平台结合应用 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车内空间 同时安全是第一要务 日产专注于电池可靠性的开发 我们进行了各种严苛的测试 以保护电池和电器组件 免于任何意外伤害 比如碰撞事故 这些测试不仅覆盖了法规要求 也包括了日产自己的标准 这些标准来自于我们11年的 电动汽车量产和推广经验 现在我想要谈谈 碳中和的路线图 碳减排是全世界普遍的任务 日产已经宣布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新目标 我们计划采取各种措施 减少车主用车过程中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从下一页开始我想向大家介绍三个方面的最新情况 首先这页显示的是我们做的关于电池再利用和T4利用的情况 我们于2011年在日本福岛成立了4-2能源公司 当我们在4-2工厂拿到旧的动力电池的时候 我们会给电池做评估和分级 如果电池性能与全新性能相当 它可以再次用于电动汽车 在性能中等的情况下 电池可以用于叉车等工业机械 即使电池的性能恶化 也可以用于电网的备用电力和工业储能 作为未来的机遇 我们正在考虑 通过远程通信系统进行电池的在线诊断 这有望提高电池健康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 在这一页我将介绍日常的电池开发情况 日常每年都在不断降低电池成本 并提高电池的性能 这是我们在2030愿景中所展示的路线图 我们正在做五股电池 目标是到 2028年将液态离离子电池的成本 降低65%以上 同时我们正在开发日常独有的全固态电池 我们预计全固态电池 在未来能进一步降低电动汽车成本 实现电动汽车与传统的汽油车成本相当 由于全固态电池开发 是全行业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所以我们仍然有很多技术难题 而日常在全固态电池开发进程中 取得了关键技术的突破 凭借日常的实力和经验 在过去的20年中 我们一直自主研发 从材料到整车的技术 并与各个领域全球顶级的专家 去进行合作 我们对于固态电池的开发成功 充满信心 通过解决关键问题 我们不仅可以降低成本 还可以将续航里程加倍 只用1%的充电时间 这里向大家展示日常位于日本 横须荷的叠层电池单体实验室 这是在上生产线之前 对适配的材料和工艺进行评估的设施 在这个实验室里 我们正在研究混合 图布 压制 堆叠 以及密封的流程 目前我们正在评估充电带宽 温度限制 电池的耐久性和质量 V2X 也是电动汽车带来的全新体验 它丰富了车主的生活 也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 并加速全球电动化 日产在10年前开始 在日本提供车窄系统服务 该系统可以降低用电成本 也可以用作家庭的备用能源解决方案 我们在日本海郊日产的电动汽车 用于移动电源系统 纯电动汽车可以在灾区使用 并提供电力 既安静又没有排放 灵风可以在室内使用 大家可以在右边的照片里面 看到一辆橙色的灵风 在2020年 日本熊本市发生暴雨灾害的时候 灵风为电子产品提供了电源 我们正在为日本许多地方政府 提供这个方案 最后总结一下 日产将在全球市场上推广电动化 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中国是日产最大的市场之一 我们也会在中国不断地发展 电动汽车技术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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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